大家好,我是阿米,欢迎收看看跨镜家阿米的阿米秀 每天一分钟为你分析跨镜头上最新消息 近期,在上寮金开区金科能源组建智能工厂车间 一批太阳能电池组建经过划片、盛压、排版、测试、包装等工序即将发往海外 金科能源组建智能车间生产经理介绍 现在赶支的这批货是今年1月份签订的订单 目前,公司订单已经排到了明年一季度 今年年初,受国际疫情影响 该公司遇到了物流运力紧张、运输成本上涨等难题 给公司快速出口,暗示交付增加了一定压力 为破解这一难题,南昌海关所属上饶海关 深入开展关注发展系列活动 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 着力长通物流渠道,发挥产地优势,支持科研创新 引导企业依托开行光复中欧班列实现陆路出海 使订单交付更具稳定性 据了解,现在通过中欧班列 该公司出口产品的运输时间比原来快了十多天 此外,上楼海关依托互联网加海关 宏观一点通等科技手段 实现全天候通关保障 指导企业调整优化物流路线 灵活变换运输方式及通关口岸 保障光复产品中欧专列顺畅开行 凭借运时短,成本低等优势 光复专列切实解决了企业缺贵、缺仓等问题 据统计,今年以来 上楼市开行光复中欧专列酒烫 共计450个集装箱,获值3.2亿元 另外,中国光复行业协会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我国光复主舰出口量达到了78.6级瓦 同比增长74.3% 光复产品的出口总额达到259亿美元 同比增长113.1% 一千加万人字阅读八百加万字 一千加多屏的智库洞察 四百加及五百加小时四百加万字播放的视频案例 国内外人创跨境案例截图 近在跨境电商案例商机智库阿米跨境